一名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在隔离病房自杀身亡检测报告出炉 大马版方舱医院何时可以建好?诺西山给出答案 新冠令究竟会不会更加严格呢? 国防部高级部长作出回应 詳細新闻内容欢迎收看3月28号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Waymin 首先为你跟进国内的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大马新增159宗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高达2320宗 卫生总监诺西山说 目前有73人在加护病房治疗 其中有54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另外有61名病患痊愈出院 累计痊愈和出院的患者共有320人 而死亡病例1宗累计死亡病例27宗 针对一名疑似感染患者在沙登医院自杀身亡的事件 诺西山表示 这名死者的检测结果出炉成阴性反应 在此 百革也要提醒大家 请爱惜生命 而为了准备4月中可能攀升至巅峰的疫情 诺西山也证实 政府正在沙登农业博览馆建设 共有600张病床的马来西亚版房仓医院 预计明天下午可以建好 并且做好准备投入启用 而卫生部长阿汉巴巴今天也到了现场进行巡视 行动管制令今天来到第11天 卫生部和地方政府联手进行社区消毒工作 此外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木沙透露 军警所设置的路障将配备体温探测器 一旦发现发烧 相关人士可能会遭到拘留接受检测 而作为新冠肺炎红区之一 也就是雪州巴打林在野 昨天和今天就有警方封锁了市区内几条主要道路 结果被民众误以为巴打林在野要封城了 对此 警方已经否认 表示封路只是为了让警方可以展开更全面的路检行动 避免公路使用者利用其他通道避开路障 虽然林市没有封城 不过霹雳州就有一个渔村和一个新村自行封村 这两个村分别是双五龙渔村和利明家地新村 目的是为了保护村民的健康 所以禁止陌生人出路 那行管令究竟会不会更加严格呢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曼·沙比利做出回应 SOP baru akan kita umumkan mungkin besok ataupun lusa akan kita akan umumkan saya akan umumkan tentang enhance ataupun PKP yang diperketatkan ini apabila kita meneliti dengan teliti apa tindakannya dan kesan kepada rakyat tetapi saya beri jaminan ini ianya bukan perintah berkurung jadi saya harap jangan kita terpengaruh dengan berita-berita ini sehingga kan pembelian panic berlaku kerana kononnya kedai akan ditutup tidak boleh keluar rumah dan sebagainya tetapi mungkin kita akan ada had jangka masa misalnya dari segi supermarket ditutup kalau sekarang ada yang buka sampai 12 malam jadi fahamkan tapi mungkin selepas ini kita akan tetapkan dan kita akan selaraskan dari segi jangka masa untuk mereka buka walaupun mereka tetap membuka pasar raya tetap di buka pasar tetap di buka dan sebagainya seperti biasa untuk rakyat kita mendapatkan bekalan makanan berikutnya 接着来把焦点转到那些不服从行管令的人士 伊斯曼·沙比利指出 根据警方汇报 虽然全国人民对行管令的遵守率逐渐提高 但警方昨天展开执法行动的时候 在五间青森寺内发现有人进行星期五祈祷 并且逮捕了116名穆斯林 另外一名没带头盔的骑士 在3月20号不仅仅乱跑 遇到路障时怀疑畏罪逃跑撞向交警 导致后者倒地受伤 结果被判监禁一年 成为沙亚南警区首名被提控的唯利民众 另外佳颖也有一名男子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企图闯路障 避开警方的检查 结果当场遭到警方制服 被判坐牢4个月 今天的大事集到此感谢收看 本集百个大事集由UCSI University荣誉呈现 更多线上升学辅导详情可浏览 online.ucsioniversity.edu.my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